今日,记者在街边撞见喝下午茶的陈子涵 当天素面朝天的他简单绑着一个马尾便 腿衫放着红色双肩小背包 黑色短线和黑白拼接 骷髅印花小脚裤的装扮十分舒适居家 陈子涵一手拿着电话包舟包不停 一手点着烟尽情吞云吐雾 眉头紧锁了他看上去是在等着什么人 但似乎电话聊的话题令他心情不怎么好 果然过了没多久 一位头戴黑色平顶帽 面戴口罩 黑地加迷彩中裤的帅哥 开心的带着一只雪纳瑞狗出现 帅哥阳光的大幅度摆着手臂 遛着小狗来到陈子涵身边坐下 与陈子涵一起喝起下午茶来 尽管有了帅哥男友的陪伴 似乎并没有改善多少陈子涵的心情 放下电话的他也只是面无表情的注视着男友 并与其交谈 并未露出过多笑言 下午茶完毕后帅哥先朝作驾走去 一路上大展阳光魅力 一手拎着打包食盒 一边开心的斗喜狗来 笑容灿烂倒满分 不久陈子涵也边玩手机边眉头紧锁 神情混散的走向作驾 不知是什么事情这么令他烦心呢 搜狐视频娱乐部报独家报道